早期前列腺癌和前列腺真身的病徵都很類似 所以有時都很難分別 很多時候病人可能覺得小便尿流會困難、慢、多夜尿 但當癌症到後期轉移到骨頭 病人可能會覺得骨痛 英國牛津大學一項研究發現 性生活活躍的中年男子患前列腺癌風險會較處男高出47% 這項研究調查了22萬名年齡介乎40至69歲的男子 負責項目的教授表示 患者可以透過性行為感染 而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的高院和水平比處男高 也增加了患前列腺癌的風險 前列腺癌是英國男士頭號的人 平均每8名男士就會有一人患病 治療方法很主要是看看它是甚麼奇數 一般來說早期的前列腺癌可以透過手術或放射治療 俗稱電療方法去治療 相對來說中後期少少 我們很多時候可以用放射治療 即是電療加害蒙治療 如果不幸運 當病人找到病治療後 腹發轉移到其他器官 很多時候病人也不用太氣餒 太擔心 因為前列腺癌本身 一般生長速度較慢 亦可以透過用害蒙治療 可以很有效控制病 隨著醫學的進步 現在我們見到很多新的藥物 都可以對前列腺癌有好好的控制 變成病人在不太影響生活質素之下 可以活得更加長 活得更加好